现在因为已经风声鹤唳 我相信他钱都藏好了 听说柯文哲对高科技很内行 所以他对比特币很懂 比特币也是个方向 请台北资料处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币的关系 董事长 难怪说 检调单位现在动作这么快 检调单位也要跟这些公司赛跑 不然的话我只要慢慢拍 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吗 不会啦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我现在检调单位 昨天在台北市市调处 已经找到了 听说戴小姐联络上 大概约谈要碰面 她一定是 我相信那个 所以戴力林小姐已经公开讲 请大家不要再来谈 她是商友 她不承认这个事情 她马上就麻烦了 她要去台北市市调处报到 因为报到的结果 会什么结果不一定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公司 一千万包了一百万的东西 所以赚了八九百万 差价八九百万 就是掏空洗钱 那这个老板是谁 我当然知道了 就戴继权 戴继权跟我是好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情 柯文哲绝对不会照顾戴继权 戴继权是柯文哲封杀的人物 已经出局了 那为什么戴继权能够拿到这个身份 为什么 中间有关键人嘛 中间人是关键 这中间人是谁是关键 就刚刚我们议员提到 昨天他们记者会的时候 谈到这个这笔一千万的时候 时间的时候 就叫找谁去回答问题 找哪一个 找我们陈志涵小姐回答 他里面每一个案子 都有内神通外鬼 他每一个工程发包 每一个物件的处理 他都有内神通外鬼 那内神通外鬼的时候 那柯文哲 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因为他算大的嘛 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这里面有两股主要势力 就是陈志涵 每天连着柯文哲 他们也搞一点 他们夫妻两个搞一点 一个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后黄珊珊也搞一点 所以黄珊珊就有这个什么 你要时乐 我问你很简单嘛 你相信一个公司 你要时乐 你开两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记成 这个在总统大选里面 你钱没拿到 钱一毛没拿到 名字写在里面 变逃漏税 你被逃漏税啊 对不对 你这莫名其妙 你的900多万 然后你不缴税 这种事情发生 那谁敢这样搞你啊 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是自己人嘛 你说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他们一定很铁的关系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 然后呢 你说这个 木可公司是谁的地盘 木可公司就是李文忠的地盘嘛 那李文忠看起来是 他现在赚了四千万嘛 帮他赚四千万 你应把这四千万 应该要给柯文哲上缴的 对 现在因为现在东窗事发 现在风神鹤唳 捐出来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对不对 这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后说 我这个钱 我没有 不是偷了 我捐成公益 然后这种 这种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 李文娟跟李文忠 都是这个 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专做小偷 偷他里面 竞争总部跟党部的钱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分析成 有三块势力 在里面一起A嘛 对不对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 你们A你们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忠代表他 那李文忠昨天被 移送中平会 要役除嘛 役除要等于开除他党籍 李文忠开除党籍 有个庇佑 他会不怕 他从中国大陆回来的 他拿钱就走人了嘛 李文忠现在麻烦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哪里 李文忠如果跟调查局 跟承认说 这个四千万是柯文哲 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这就被柯文哲首使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众党的钱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会把他扛下来吗 他扛下来要做五年 你要不要做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可是我都要把钱捐了 我现在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现在这笔钱 要捐给社会 那个是你现在的行为 可是你中间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钱这段无关 他犯罪哪一段 你知道吗 他从成立一个公司 把民众党的钱A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 把你进准的钱A进来 这两个A钱的动作 叫做什么 叫做背信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所以 可是柯文哲是民众党党党主席 这是公共利益 这是公家的钱 你把公家的钱 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这是刚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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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珍刚刚讲的 有很多人这样子干 很多人这样干 问题是这个事情 不是你的钱 是小草的钱 所以这个东西要背信 背信同时还有商业会计法 两个案成立 我看最少 我看这个球刑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认为李文中会派 会去帮柯文哲 不会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叫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 为什么昨天 你说李文中有个大麻烦 第一个 你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第二个 你要是竞选总部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财务长 如果你不是财务长 你把这个钱转给了木可公司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财务长 又把这个钱用授权费 转给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两个事情就成立了 所以我刚刚讲 商业会计法跟背信 跟侵占伪造文书 统统成立 这五年是他的机会 都三年以下徒刑 但都会判到买 我用判到买 那判到买 他只有一个方法 他第一时间 就跑去跟调查局讲说 不是挖台 凶手不是我 男不是挖台 男不是挖台 还是柯文哲干的 他第一时间 为什么昨天检察长 那么紧张 昨天下命令就办 然后昨天就要约 这个戴小姐 陈佩奇 如果他们早跟 早跟我们 早跟我们瑞德雄请教 当总顾问 给个五百万的话 我跟你讲 保证这个数字 两百万就可以了 两百万 我讲错了 两百万就可以了 柯妈妈 你看你们惊我说 我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 他这一套东西 他老婆进去了 他高中同学进去了 他本人进去了 然后他儿子在日本读书也变成被告 这是柯文哲 IQ157 创了中华民国历史的这个新高 然后他还有一种钱 大家还没找到的 还有什么钱 因为有一堆人 就我讲 像我朋友给他是现金一千万带回家 那我请问你 所以他老婆讲一句话 我们家的钱是我管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拿了黑袋子进来 然后空手出去 当然没有 因为那个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进来 为什么要拿黑袋子出去 他就回家睡觉了 然后另外 现在因为已经风声鹤唳 我相信 他钱都藏好了 他钱本来藏他家的 现在不敢藏他家了 钱应该藏在外面的地方 他也谁都不相信 所以这个事情就检调要去调查一下 我听说柯文哲对高科技很内行 所以他对比特币很懂 比特币也是个方向 请台北市调处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币的关系 好 苏菲 昨天就有一个记者会 你说你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问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就有不同的人来回答 是啊 刚刚大家讲的说 这柯文哲的竞选经费里面 有一笔烂 一堆烂账 而且给的东西都是给到非常让人家 不合情理 不合情的价值 你也选举过 你也做民调过 你也计选过 装潢过总部 有这种价钱的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装潢总部 很多都是用输出而已 用什么珍珠板输出贴上去 或者是帆布输出贴一贴 为什么 三个月五个月 那个地方就要还给人家的 怎么可能去用高档的装潢嘛 所以一千多万的装潢费 然后两百 将近两百万的设计费 这绝对都不是合情合理的价钱 那民调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嘛 哪有民调价钱差价这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自己没做过民调啦 不过我有一次要去做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民调的这个常客 所以我临时要去找民调公司帮我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因为你不是常客 人家开比较多贵啦 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十万 如果我不是常客 开的价钱是三十万的话 为什么柯文哲会有两百多万 然后做十次要九百万的这个民调费 我觉得柯文哲号称省展要跟大家讲清楚嘛 那所以刚刚大家讲的是说 这些烂账里面是不是都有人在做分配 某一个人负责什么 然后分配多少的金额 所以就由他负责嘛 昨天柯文哲的这个澄清记者会里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有个记者同时问到 尼奥KP秀 跟所谓的时间公司 一千万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吴亦轩就说 好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就请我们的总干事黄珊珊来回答 结果黄珊珊瞬间就不回答 一直看着吴亦轩跟他比 那个比 比 比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尼奥这件事情我来回答 时间这个事情要由陈志涵回答 所以他比的 吴亦轩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啊 吴亦轩马上接下来话讲 就是说好 尼奥这件事情就由黄珊珊总干事来回答 然后时间这一间公司的问题 就由副总干事陈志涵来回答嘛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柯文哲的进总不是一体的 黄珊珊是竞选总干事 不管是给时间的钱 给尼奥的钱 给时乐的钱 甚至给装潢的费 你都要一清二楚才知道啊 怎么会你自己完全不清楚 而且在爆出来这个尼奥跟时乐的账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怎么讲 他第一时间讲说 这是低级的错误 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要求民众党党部出来讲清楚 你有听清楚吗 民众党党部耶 这笔账是什么账 这笔账是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账 谁该负责 总干事要负责 出了大皮肉之后 黄珊珊居然要进总来讲清楚耶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个超不负责任的总干事嘛 要不是超不负责任 要不然就是这里面 有很多不可回答的地方嘛 另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的事情啦 这个戴力林呢 因为尼奥跟时乐被乱暴障 所以非常生气 就声明说啊 不要再叫我的这个三姐妹了啦 我不是三姐妹 你再讲的话我要告你啦 结果昨天黄珊开记者会的时候怎么讲 人家问到他跟尼奥跟时乐的关系 他说没有呢 我跟他是好朋友喔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可是戴力林说 不是 我不是三姐妹 然后黄珊珊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这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 这个有趣的这个猫腻 我觉得值得大家再去观察啦 好 所以会真 大概没有想过说 现在政治人物比商人还会赚钱 没有想到灌水可以灌成这样子 而且你刚才讲 真的大家都有分工的 是 而且可是我整件事情 我现在仔细看 我觉得柯文哲一定得罪很多人 你看这些公司的名称 木可就柯嘛 尼奥死了 你要死了嘛 然后还给你时间有限公司 谁开公司名称会叫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我不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要来帮柯文哲 还是因为柯文哲你要死了 时间有限 对啊 太奇怪了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谁会开公司会开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一整个很悬 不知道 我怎么被高写的啊 名字上面就有啊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你要发现一个状况是 现在大家都要跳船了 你没有发现谁跳船 尼奥跟石乐第一个跳船嘛 他就说我没有收到 也不能说跳船 人家就说他就真的没有收到嘛 他要跳船 可是黄山山也没有让他跳 没有 他是我好朋友 对 就是态度有点奇怪 再来谁跳船 丽鼎也跳了嘛 那你说丽鼎跳了 连时间 时间他所登记的是那个立安达公司 立安达公司他后面的那个 等下打去 立安达公司说没有 我只是作账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大家旁边这一些 全部都切得很干净 那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上 他们也知道这水很深 那为什么水很深 因为我们刚讲的 光是授权费这件事情 明明谁去注册 谁去申请 KEEP PROMISE的这个商标权 柯文哲 就你柯文哲 而且是柯文哲本人 而且你柯文哲本人 如果说你一心为了民众党 你认为民众党跟我柯文哲中间 没有任何距离 我柯文哲就是以民众党的党主席为职制 那你就把KEEP PROMISE的这个商标权 都给民众党不就好了吗 所有厂商干嘛 你要什么授权费 通常是不收授权费 可是你要的话 你也是给你民众吗 结果他没有 他弄了一个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 然后给他 然后所有钱 连你民众党 都要给他授权费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 我以前在跑财经的时候 我常常就问一些 我就想说不对 为什么这些几家公司 比如说你开了一家 有一个医院 为什么去弄这个医疗器材 你的医院采购医疗器材 这几家公司后面的 好像都是皇亲国戚 他说不然 我说不对啊 那你可以比价什么 他说肥水不弱外伦田 要赚自己赚啊 开开公司赚自己赚自己赚啊 后来我就说有这一招喔 他说有啊 有的集团很大 很多每一个 有的是那种什么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你要采购一些食品 采购一些用品 采购一些商品 每一个买油的是一条线 采购日常用品是一条线 什么是一条线 每一条线都有不同人的地盘 所以现在回来看有道理啊 有没有钢铁要了 那个时间的问题谁要回答啊 陈志涵回答 你要时乐的问题谁回答啊 黄珊珊回答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下面都有自己的这条线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下面的这些所谓的承包商 是真的就变成是很单纯的 是收钱而已 还是就是收钱办事而已 还是某一种程度 他们也有涉入这一池 非常深的水当中 对的 你先去讲 现在北检 王俊立这么快的动作 就是要赶时间 这赶时间绝对不会拖下来 你说现在真的很多东西 都已经到检调手上了 对没有错 那么刚刚董事长讲说 是下午的时候呢 那么检调单位动作嘛 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了 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动作非常快 那么在这里要鼓励一下 如果检调单位办每个重大案件 都像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 该有多好 不过我觉得 那么好像有些人 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比如说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刚刚委托了律师干嘛 他要告那么利典 跟相关的这个叫Sky的 自称之前 这个木可公司的总经理 他要告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他们在电视上说 或者是透过媒体说 这个利鼎是说 他们有1300万没有拿到钱嘛 还负债 对不起 还负等等这些事情啦 另外一位Sky说 他们不是他的这个前总经理 否则拿得出健保劳保等等 他要告他们嘛 我会建议这个律师啊 那你要先把律师费先拿到手 为什么 因为木可公司马上要清算 要结束 没有这家公司了 你不要跟木可公司 这个接这个case 你要跟他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不管是李文娟还是李文忠 那直接先把律师费拿到再去告 为什么 以免到时候木可 直接结束清算了嘛 那木可的钱很奇怪 木可的钱从这个 等于说 柯文哲这个竞争总部这边 赚到的钱 现在说要清算以后 要捐出去 就给谁啊 就给柯文哲 跟你讲 柯文哲以前都骂 台湾政治人物都有基金会 像柯文哲就没有一间 那个所谓的基金会 他有两间 所以是不是把钱要捐给柯文哲的基金会 大家等着瞧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陈佩奇会突然间讲这些话 因为陈佩奇 现在面临到一个大麻烦 陈佩奇呢 我问大家嘛 你们相不相信陈佩奇 用他儿子 也就是陈佩奇口中 那个别人的名义呢 来成立一家公司 是为了要开咖啡店 谁相信 我问你谁相信 开咖啡店 你等到时候 你已经不是公务人员的 9月27号退休以后 再来开咖啡店 不就好了吗 我绝对不相信 因为你的营业项目里面申请了 包括有民调 民调就是那个董事长 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心理整理 Tone 因为他做了一百多 都还不如人家做了不到十四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他连民调都有 就是没有经营咖啡店 所以呢 我问你 他真的成立 用他儿子的做人头 虚设行号来成立这家公司 真的只是为了要开咖啡店吗 当然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 那他干嘛 他要干嘛 他显然要取而代之 最可能就是取而代之 木可公关公司嘛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呢 事实上这些钱 可以告诉大家 还有在这里啊 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柯文哲不是 对钱斤斤计较吗 你没有发现很奇怪 他们不是那个号称是 周休二日搞到现在 弄那么久的工 弄那么久了 已经弄那么久了 还找出什么十几笔 十七笔什么 一千八百多万 最后发现是端木正 这个会计师 自己乱搞 自己调节这样子嘛 你知道吗 柯文哲的解释 跟他的团队解释说 因为第一次选总统 没有这个经验 请问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 没有选过台北市长 有选过 你知不知道吗 柯文哲2014年 不要讲那个MG149 柯文哲2014年选 台北市长各位 不相信你现在上网去打 马上把2014年 所有的支出跟收入 明细清清楚楚 告诉各位 清楚到什么样的阶段 连十块钱的会会上面都有 当时2014年 也就是十年前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连十块都清清楚楚 垃圾桶框 捲水什么西南固堂 全部都写在上面 所有的每一个餐费 买购都要便当 买了几支笔 清清楚楚 十年前的柯文哲 他每一笔钱 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不怕你看 请问到现在为止 他有把这些所有钱 上网给大家看 所有的单据 公布在网络上 以招公信吗 完全没有 这一场的风暴怎么来的 这一场的风暴 就是大家去看 整个竞选总部的费用 付给木可公司 竟然有好几笔的 所谓的授权费 授权费加起来 1300多万 大家觉得不对啊 今天这个KP 不是这个所谓的柯文哲专属吗 今天柯文哲的头像 柯文哲的KP 交给了木可公司 应该木可公司给柯文哲 怎么可能柯文哲 给木可公司钱呢 我们再查去 更夸张的是 原来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 柯文哲已经用 自己的个人名义 个人名义 已经申请了 KP KPromise的 这个logo 作为他的这个个人 这个是他个人的私人财产 你既然已经是 你的私人财产 为什么 你这个私人财产的logo 私人财产的标章 现在全部归给了木可公司 宝贾哥 其实就是八个字 八个字 土利木可 掏空进走 为什么要土利木可 掏空进走 我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 有一些要求 古老板你知道怎么做吗 他会掏空他的公司 但是会把钱 做到自己的私人公司 因为公司 如果是上市归公司 公司是股东的 大家的 对 如果我的公司赔钱 但是谁赚钱 我的供应商赚钱 供应商是谁 就是我自己成立的公司 所以这一种就会变成是 老板的私人公司赚钱 但是上市那家公司 也是赔钱 所以这就叫掏空 掏空大公司 然后土利自己的小公司 一样的状况 你现在在柯文哲身上 看到一模一样的状况 一样类似 要太过的手法 要太过 怎么叫要太过呢 说一句实在话 你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你柯文哲自己的商标权 不是就给民众党就用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照理想是这样啊 他就不是 柯文哲不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叫做公杀销委 就是这样 因为你看哦 他在2023年的5月的时候 柯文哲本人去申请 他自己的这个 KPromise的这个注册 他讲的是本个人名义 申请了KP的注册商标 对 然后到了2023年11月16号 才正式获得这个核准 2024年的1月 采取的这个注册登记 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柯文哲同时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竟然签署了一个 专属授权合约给木可公司 然后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个人的专属 这个合约给木可公司 所以任何人要生产木可的一个小物 这个商标 全部都要跟木可公司花钱买授权 刚才讲到 这个KP KPromise的 这个商标所有人是柯文哲 他的商标名字就是KP 设计字就是KPromise 那我跟他讲 这就是一个商标 连你的申请字号编号 连注册公告 注册的时间是2024年的1月16号 全部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好 那这个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谁是KP的这个所谓的商标 申请时间2023年5月22号 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权人是谁是柯文哲 那你就想说那如果是在那里是党主席 那你干嘛还要有授权费 不对 因为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签了一个私约 私约就是 木可公司拥有我这一个 KPromise的专属的一个合约权 所以 你说柯文哲把自己卖给木可 对 然后呢 卖给木可之后 任何一家 任何的厂商 要做这个木可小物 KRP小物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要花钱 跟木可去取得这个授权 所以 所有的授权 不是就回到了木可手上吗 对 回到了木可手上之后 那木可是不是要按照私约 再把这个权 回给柯文哲 所以就很好笑 变成民众党 假设你要生产柯P小物 民众党必须要付钱给木可 木可取得这个授权的钱之后 再把最后 这个所有这个钱回给谁 回给柯文哲本人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跟民众党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刚才讲 他还有拥有这个智慧财产权权 也就是任何人 你要上传 刊载 传送 输入 任何木可的文字图片 档案 说明的话 你一定要上载输入 提供木可的同意 才可以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从头到尾都搞错一件事情 我们从头到尾都把柯文哲 跟民众党画上等号 所以我们就心里想说 奇怪 柯文哲的东西 的脸 肖像权 什么 就是柯文哲 就是民众党的啊 为什么民众党还要付 授权费 给这个木可公司 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 你民众党要生产 所有的相关的小物 你就必须付钱 给木可公司 因为柯文哲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柯文哲 就是要 突立木可 掏空尽走 木可赚把宝 这个钱 才有可能 回到他本人身上 刚刚瑞德有讲 现在检刀单位 一定要动作快 因为昨天 我觉得也非常妙 你的记者会的 第一个动作 居然发了一个声明稿 发了一个声明稿 就说 木可公司要解散了 这个一解散以后 他就开始嚣张 嚣张啊 嚣张了以后 就会查不到吗 文件上的东西 你说纸本 可能会查不到 可是金流 钱会过来 钱会过去 怎么可能查不到 除非 全部都用现金 除非 好 就算你是用现金 那也有最后的提款人 谁去提了这些钱 其实查了一清二楚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你只要回到一件事 柯文哲 如果你每一笔钱 原本就是想 我要留给民众党 你就让禁总 所有花费 全部都禁总 弄就好嘛 因为所有禁总 余剩余的钱 本来就可以捐给你自己的基金会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柯文哲 处心积虑 弄了一个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是民间的企业 到现在目前为止 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讲清楚 但是听起来 好像 说关就关 说开就开 然后声明还可以超过引发 而且 还可以把我自己注册的商标 给你用 是 那我要用这个商标 竞选总部要用商标 还可以用授权费 所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木可公司跟柯文的距离 远比民众党跟柯文的距离 还要来得近 不然照理说 你的商标一定是给你民众党 就像吴董 所以喜欢讲的 千里为官 只为财 我搞了这么大的选举 重点不在竞选 总部在木可 重点在木可 其实重点也不在木可 重点是要回到我这边 这才是所有的 所以再记住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夭壽 都是贪 贪自己的 贪公司的 开公司 贪自己的 我听过这个 对 所以所有的 其实就回到那个 比如说有的一些企业老板 什么做私人飞机 干嘛 全部都开公司 贪 都贪自己的 同样的状况 我只是没有想到 原来商业的经营学 现在弄到了 柯文哲民众党的经营学 所以卡提诺商学院 原来是这样搞的 好 宇萱 你也跑了很久的 很久的这个趁势 看过很多很多的玄境 我看这次也让你大开眼界吧 保良 我要先回应你刚刚 讲一句话 你说完蛋了 经理会不会查不到 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吗 因为检调已经查到了 他检调查了 检调已经查到了 检调说什么 各位 检调说 布可公司在今年 我帮大家更证一下 他说真的有汇钱 他说去年因为他们没有赚钱 所以没有办法汇 今年汇了 你知道汇多少钱吗 我跟你讲问号 现在不知道汇多少钱 因为他说 黄珊珊公布的金额是170万 但说他们去查到的金流呢 超过 远远超过170万 远远超过 剩下来的钱去哪里 当然是去到某人的口袋 不管能去到哪里 我给你五百万 我给你一千万 结果你报仗 只报了一千万 那剩下来的钱 你不就自己人拿到自己的口袋去了 这检调讲的啊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喔 那检调怎么会有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不是媒体提报嘛 不是说我们今天骂木可嘛 是检调早就盯上你了嘛 他有去稽查你的金流 所以为什么王俊丽说 我北起来要分案调查 对 他一定是有确切的实证在手上 他不可能看媒体办案了嘛 所以已经查了 已经查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再来因为他还有这样 查了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查了第二件事情吗 授权费 就我们刚才讲的 会是不是把我们解释得很清楚 莫名其妙耶 你等于说我把柯文哲的肖像权 给木可使用 然后我民众党还要给你买 所以简单说这个东西大有问题嘛 没有人像你这样搞的嘛 所以要是授权费 我也要查 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当时扁茂工厂的那个授权 那个商标 是扁茂工厂的商标 还不是个人 陈水扁个人商标 结果你是柯文哲个人申请的商标 给了木可公司 然后所有的连你的竞选总部 跟木可公司要 你都还要给钱 再来第三件事情 怪是怪在哪里 文哲这都完蛋 全部都成堂正共 第一件事情说 端木正会计师 谁替他挂保证的 民众党 说你们这些人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经过会计师合法的公正 可以供大家来检视 这民众党讲的 民众党讲的 那就隔天民众党说什么 这个会计师不能解释啊 这个会计师乱七八糟啊 都民众党讲的 对不对 他讲说 文哲什么授权费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讲这个是什么 商品管理仓储物流 设计 到甚至生产 我们是给这笔费用啊 这个是谁讲的 也是民众党讲的 结果现在是谁讲说 搞错了 会计师讲了嘛 说不是啊 你科文者真的就是把授权给人家了 写在官方网上清清楚楚 所以我讲这个东西都会变成什么 陈塘镇扣 选财官就问你们 所以授权费到底是什么 不对哦 你说是授权 可是你先前不是这样讲 完蛋你有问题 对不对 直接就压了嘛 那你包括所有的细项 我讲科文者现在完蛋 为什么越聊越爆 仔细看了 昨天黄珊珊是在那边 对对对 很紧张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你讲太多了 对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是吗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不可网站 真的有写授权费 真的 不要再乱讲了啦 那个谁啊 那个蔡林文聪 他说授权费是什么 商品管理啊 物流啊 我产品要生产 那是请委托他 他说官方不是这样写的 乱讲一通 回想李文聪保证被压 你讲的跟现实完全不一样嘛 你是在光天化下归扯淡啊 就是保里哥 你知道为什么柯文哲 跑到了黄国昌直播 哦 油头干明 你知道整个我们讲神奇的 头都抬不起来 他这头都抬不起来 说我世人不明啊 但他没有点名是谁 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点名是谁吗 就想骂的人太多了 干脆就骂世人不明吧 因为不管你知道我还讲了多少人 全部都还头脑子 根本没有办法讲清楚 再保里哥 怪是怪的啊你知道吗 柯文哲 你知道在他们小草严西里面 他的封号是什么 流量天王 流量天王 应该要自己开直播啊 那为什么要找黄国昌开直播呢 因为他没有流量了 对这是客观上的理由 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 柯文哲根本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今天他敢去找陈志涵开直播吗 陈志涵就是一路把他害到现在这样 害成这样一直战一直战一直战 战然后自己先倒在沙滩上的那个 他敢找黄珊珊开直播吗 他黄珊珊会不会害我 会不会捅我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这些人全部各位都是同案被告 这全部都会有问题的啊 案件有几个 然后我随便想了 彭震生嘛 都在金华城案嘛 甚至现金案嘛 他老婆也不能找嘛 因为他老婆开人头公司嘛 那里面账户不明嘛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唯一民众有清白的人是谁 黄国昌 对就是完灭之后 你整个党搞到这样 就算黄国昌不想接党主席 我跟你讲啊 搞不好最后灭了 也死到没有人 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而已 好所以 所以应该讲 这个木可公司 还有现在 柯文哲的TURO 还有他讲今天的四人不明 你非常熟悉 他愿意跟他打交道 打了这么多年 他真的乱了 他真的怕了 当然是啊 昨天那个直播上面 柯文哲那个皮皮刀的样子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讶异嘛 你看他几乎完全不敢 不敢看镜头 然后不可幼而言他 这种荒谬的状况 柯文哲怎么呛人家的 是不是 这个直接就想说议员 不用理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直接有问题 你就来查 那你现在怎么不敢讲 有问题就来查 我的公公真正没有问题 他不敢讲 不敢讲的原因是什么 不可查下去 出大事嘛 刚刚慧真杰所讲的 木可公司 一千三百万的授权费 之外呢 木可公司 你知道 你付了一千三百万授权费给他 你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这个民众党第一时间回答是什么 是说这一千三百万啊 是给他的物流管理费 结果后来被查到啊 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李婉轩嘛 跟丽鼎去谈合作的李婉轩嘛 人家这个跟你要钱 你不但不读不回 或者是已读不回 这个丽鼎还跟他讲说 这个都是李婉轩的责任 阿伯不知情 结果这个李婉轩是谁啊 这个李婉轩在柯文哲的 政治现金专户里面 是报薪资的员工耶 所以 你付了一千三百万给木可 叫木可帮你管理这些竞选小物 如果不是你所说的授权费的话 你叫他帮你管理竞选小物 然后你还帮他付员工费 有这种道理 有这种道理 然后还倒人家货款 那货款听说已经一千三百万 还倒了力鼎一千三百万 不给人家 有这种道理 所以你说木可什么都不用做 今天办了一个演唱会 我从天上降来七十七万 你就是说你要弄得要死要活 阿伯在上面唱歌跳舞 结果木可什么都不用做 七十七万到我的口袋 你刚刚讲说我什么都不用做 授权费一千三百万到口袋 连我要养的人 对 阿伯都把我出了 都进选总部出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件事情太荒唐吗 所以为什么昨天柯文哲的记者会里面 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端木正 不敢回来讨论木可 因为端木正推责任就好了 他在转移焦点 是 端木正是谁 端木正是我的不分区二十二名 是我的倍位立委 曾经我也让他去担论过富邦读董 是我的中央委员 所以我推责任给他 刚刚好而已 为了要什么 为了就是要逃避木可这件事情 被追踪 那木可为什么不能被追踪 因为有太多不合理的状况 所以你说昨天演那么大一出戏 都是在掩护木可 当然是啊 所以你看 木可之前在去年公布竞选小物的时候 李文中柯文哲的高中同学出来 他说他是谁 他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在木可公司的新闻稿里面 都还写的李文中就是木可的董事长 结果现在敢不敢承认 完全不敢承认 陳志涵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居然已读不回 完全不敢回应这件事情 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木可公司问题大了 如果进到木可公司的钱 刚刚讲的他是有剩余喔 他虽然有捐给民众党 但其他的剩余的钱 到底到哪里去 李文娟是代表人 但是如果李文娟被查之后 说钱没有在我这里喔 钱都是流到别人那边去的时候 你觉得柯文哲还想要选吗 还想要混吗 我觉得他已经全部包起来了 这个太怪了吧 今天民众党我要开记者会 我照着讲我应该聚焦 我应该聚焦说 我把每一笔账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以后 没有一笔钱 进到口袋里面 我们没有做假账 我们没有虚报账目 我们清清白白干干清清 可是竟然 为木可公司发一个声明稿 那把木可公司发一个声明稿 是什么了不起 你讲到一个关键点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李文娟 李文娟是谁 李文娟是木可公司的老板 竞选总部的账务主管 还有柯文哲经济会的最高 重要负责人 如果他一个人 就代表可以把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都给串起来 而这所有的金流里面 最神秘的公司 就是木可公司 然后木可公司 今天突然 在民众党要自清的时候 突然告诉你说 我不干了 保陵哥这只有一句话能够解释 叫做亡命之途的大秀 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什么意思 他们所有的说法 你都没有办法 作文讲继续延续下去 反正我今天先过这一关再说 因为这个李文娟 保陵哥我访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记者会没有他出现 他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齁 他是什么角色 第一个 柯文哲进总的财务办 再第二个 他是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再第三个 他是柯文哲基金会的 相关的重要的人士 那理论上来讲 今天这整场记者会 应该由谁来出面 李文娟 当然是李文娟来出面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人 里面讲说 比如说你要出差 你要办什么事 不是我要去填发票吗 不是我要去填资料吗 我要填申请贷吗 跟谁填 跟李文娟填 那我拿到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完整 清不清楚 谁来审核 李文娟来审核 你在进办 这么重要的角色 结果你是木可公司的老板 对来各位 你仔细看喔 今天尼奥时乐 这笔款项 我不管真的假的 请问要经过谁 经过李文娟 今天木可公司 我不管左手换右手 请问要经过谁 也要经过李文娟 接受钱的李文娟 新装进走 你说这个一千万装备很奇怪 不好意思 也要经过李文娟 结果今天李文娟竟然消失不见 反而是 民众党在澄清说自己 爆假炸 爆假发票 这件事情 竟然发了 木可公司的声明稿 保留 你知道这怪是怪在哪里吗 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什么问题 尼奥跟十二假发票的问题 结果今天跟你讲说什么 我木可公司要解散 收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你收了你就算啊 你干嘛把所有的权给捐出来 如果照你讲的 我每笔钱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净 我每笔钱都是正正当当的 而且照你讲 我的授选费本来就合理的 那你赚这个钱正正当当光明正大 你干嘛把钱给捐出来 所以这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木可公司是无辜的 所以代表什么 柯文哲他的澄清 真的是给他授权费 而且相关的金流真的没有问题 他也没有机械款 厂商的货款 他只是干嘛 他只是突然间觉得说 我要大发直辈 哎呀我这个公司不想干了 然后我把这个钱 赶快全部捐出去 给一般民间企业 不然就是只有第二个嘛 畏罪潜逃 什么意思 我做谁心虚啊 因为我从头到尾 柯文哲跟李文娟 这两件事情 血不清臭 这个东西大有问题 所以与其我干脆 先把我的犯罪所得 通通捐出去 到时候如果我真的被犯了 到时候我如果真的被查了 我说检察官 我这个有相关的 你说我要设立断点 那当然嘛 就检察官我这个 我像有向善的这种意图 我没有啊 把这个钱的账为己有 所以呢重新发落 否则因为你这个钱 一旦捐出去 他以为啦 保德哥你刚才讲断点 对不对 他以为这是做断点嘛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不行吗 我钱都捐了 我请问钱出去出去 他会不会有金流 那我不管公司 过去的账会不会有金流 除非你所有的账物 都是现金来现金去 那不好意思喔 现金来现金去 你以为就安全吗 所以你说 我就这样把公司给清算了 我把公司给收掉了 我公司还可能被查啊 所以我说这是亡命自主的大秀嘛 因为这是在你我们讲的 做贼兴趣的状况下 你才会害怕说 我会不会东窗自发 赶快把这些东西做清算做处理 那我就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好了 郑文燦是不是也是现金来现金去 对 郑文燦有没有被抓 又抓 所以要抓你什么方法都有嘛 根本不是你想像的那样说 哎呀 我只要把他解散了 我把他捐出去了 我就会完全没事情 而且我觉得今天 民众党的脸皮 或者他们的这个所谓的IQ 超乎我的想象 今天他们讲 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给了会计师 推给了会计师 他没有按照时间啦 他延误了啦 延误了以后呢 时间来不及 来不及有一笔 两千多万的账 两千多万的不该怎么塞 我就找了四家公司 就给塞进去了 都是会计师的问题 而且会计师你时间不够 来不及做账 你都没有通知 但是我们这个竞选总部 我们总部都不知道 结果今天 会计师就说 没有我都照法令来 这个不是跟我没有关 就我觉得这个没有 我对于陈志涵的这个景仰如滔滔江水 他觉得还敢讲说 是你擅自调整架 他又把会计师给买一顿了 本来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成长记者会 他都只有一句话 为什么我刚才讲亡命之徒 因为你仔细兜他 所有的讲法呢 都是一戳就破 比如说他说 我们这个厂商呢 其实上是十七笔 漏报跟物报 那这个谁干的 都是端木正干的 比如说是端木正 他因为时间来不及 所以他才开始漏报 漏报之后呢 他就开始胡田 把这些所有的金流 灌到了木可 灌到了尼奥 灌到了十二 这几家公司 甚至是呢 他都没有把东西报上去 那我保际给我问一下 这些所有的说法 有谁可以戳破 就端木正这个人可以戳破啊 我跟你讲 端木正今天怎么戳破 他只要把相关的凭证 收取 比如说有谁的签名 有黄珊珊的签名 有你李文娟的签名 其中一笔就好了 一笔五百万 他拿出证明说 是你们给我假收取 假发票 我才会报错 我跟你讲 这成长机会都废了 那我觉得我非常好奇是 如果有一个端木正 端木正又不是死了 他可以讲话 为什么还敢这样子 光明正大地 把这个账 赖在他身上 因为他要先撑过今天 因为不管是陈志涵 不管是柯文哲 对他们来讲 我们今天要先撑过去 我拿管理明天 保陵哥你问的是明天的问题嘛 真的假的 那你无论 所以他们是无路可走了 亡命之徒嘛 所以你去思考他们 你不可以用一个正常的人去思考 对对对对 你要用一个亡命之徒 一个走投无路 一个困兽之斗的人的立场 保陵哥我问你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爬油啊 爬油啊 他就是很想要 然后他就没有钱 没有钱他要干嘛 他去抢超商抢银行 他会想说我这样 会被抓去关吗 会啊 他想不到那个了 对嘛 根本想不到那边嘛 所以你看喔 结果各位 连今天都没撑过 为什么 邓木正马上发表声明了 跟你讲说 我全部相关的东西 我都按照法律办理 而且呢 我们都秉持着诚信正直 而且我们只有执行签证业务 所以他在说谎 他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 他知道他在说谎 他们一样在说谎 所以他们不在乎 因为如果不说谎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小草就垮了 民众党就崩了嘛 保陵哥我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他们没有把所有锅 甩给端木正 我不管端木正 到底是不是有回应 或者是说呢 他只有按照法律来办理 请问一下今天 民众长记者会要怎么远 远不下去了 远不下去了 所以你看喔 当端木正已经打脸了 民众长记者会 陳志涵在干什么事情 继续 我继续坚持我的说法 就是你 他还讲说 是会计师擅自调节差额 通常查账的时候 所有的单券 不就陈志涵 你们这些人提供的吗 那你们提供了账给他以后 他拖延 我不知道 反而跟我讲这分两层 第一个 今天民众长敢召开这场记者会 你觉得他们事前 有没有先跟端木正沟通过 或者是有没有人保证说 哎 端木正在来 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要有啊 当然要有 你怎么可能没有 没有你怎么敢 如果人家随便咬你 拿出一张发票 你不就挂了吗 拿出一张你们提供的假发票 你不就挂了吗 再来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事前已经有兜过 那端木正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踹咬 我跟我讲 有个最新消息 你知道端木正他们说 他拿到他多少钱吗 就大概一个月七万块而已 那一个月七万块 怎么可能 我要把我整个律师 整个会计师事务所 上送在你脚下 哎 各位 请你不要以为这个 没什么大不了哦 如果这一件事已经属实 你知道端木正违反什么吗 背信罪哦 而且背信罪 五年以下就算了 你知道他可以干嘛吗 他整会计师务所废了 因为只要 会计师事务所都没了 只要会计师 涉及到背信罪 那他往后再也不能职业 所以赎金赎兽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 肯定是有人说 我们主战 把责任推给端木正 结果不知道出了什么 我好歹也在江湖上大国喝酒 我很清楚 一定要跟端木正讲 我跟你讲 我们就会开个记者会了 对你可能有一些压力了 没有关系 我们会保护你的了 撑过今天就没事了 端木正这个人傻傻 说好 没问题 今天我愿意 就他什么想都要说 我被卖了 我被谁卖了 我被柯文哲卖了 我被黄塞塞卖了 然后我被陈志开卖了 不但卖我 还往我身上捅刀 这跟你们跟我之前讲的不一样啊 说好只是稍微有点压力了 你你们根本就是把我压死了 什么可能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没有想到说 他们就是要把你送上祭台 不但把你送上祭台 在你肋骨上 还要戳上一刀 我跟你讲 陈志涵这个做法 真的是把柯文哲 他不是干过这种事 他干过很多次了啦 他把柯文哲往私里推 你不要以为他是把端木正往私里推 为什么 因为所有会计师 都会留会计师底稿 今天他只要把那个底稿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你们给我的评证全部掉出来 全部什么 牙口莫变嘛 这个我们讲的有嘴 讲到没嘴 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谎言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一直再三强调 他们就是亡命之徒 因为我更会保证 等到明天只要端木正 再拿出更多的最新事实 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干 否则所有的行者都在他扛 那我跟你讲 整个民众党这样的记者会 等于白开 不知道 今天最诡异的事情是 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给了会计师 这当然违背我们所有的一个常识 那会计师当然今天下午 也发了声明说 没有哦 我是签证 我只负责签证的工作 跟你们所谓的之前讲 我说什么 我现在登陆那些东西没有关系 你说中间有个关键 他们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一件事情是北检会进来了 本来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会计师跟柯文哲是 关系非常良好 这个会计师在柯文哲身上 也得到很多的好处 他也曾经是富邦的一个独斗 结果当检调一进来 他知道官司产生 他要坐牢 所以他就突然不认了 对对对 我昨天就在问一个好朋友说 那最近怎么收拾善后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说有人会出来扛 有高层会出来扛 我说高层谁敢扛这个事情 他说我就听到 他可人是会计师 我想这个事情不太通啊 怎么可能 你听我讲 我听到这一段 我有点怀疑 后来钟晓平打电话跟我解释 他们报监察院的流程 叫做线上申报 没有减负原始凭证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没有减负发票 只有把这个线上的 只有没有 没有那些盖章的东西 所以他把那个退回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重做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线上申报 那监察院本身 我的线上 我给监察院是线上申报 没有附件 所以没有附件 就像我们报 就像我们报这个所得税一样 对 我今天很多的单局 还在我的手上 不是 我就把它说 我作业错误吧 作业错误 我把监察院的东西 做个修正稿送回去 那这个事情就过关了 他把它做成 所以我特别早上 跟我就昨天晚上 就告钟晓平 我说晓平 我说你北检告完之后 你马上把北检告的文 附一个首页 送到监察院 说这个要保存证据 不能给他拿回去 你知道吗 结果早上一起来一看 不用了 为什么 北检下手了 不用了 都白搞一趟 所以端木正是想好的 答应的 就想很简单 那就换一个东西 电脑换一下 就简单嘛 对不对 结果现在变成被告 被告 变成背信被告 所以这个事情 端木正反水了 本来以为说 我就是草包 我就是没有报好 我就赶时间 对对对 我是有作业书师 作业书师 不是没有脸 不严重 打我两个耳光就好了 是的 就没想到是要杀头的 不知道 昨天想的是打两个耳光 今天转了一起来 我靠不对劲了 检查长开了检查会议 要分案调查 我也看了吓一跳 所以端木正就不认了 当然不认了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的钟小平 也就不用到监察院去告了 就到北检就停了 对 全部就进入北检程序 所以所有一切事情白搞 没有用 要进入司法侦查 所以他们今天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推给会计师 是事前讲好的 那为什么今天会计师反驳之后 战狼小姐姐会这么生气 他们讲好的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招 这个后面的流程推不下去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变成犯罪证物 犯罪证物 有人在里面来讲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916万对不对 那我问你 916万 你报到监察院的时候 是没有减负发票 没有发票 到底有没有开发票 有没有发票 当然没有开发票 可是有一个事情有没有 那有没有把钱领出来 一定有金流啊 那钱告诉我916万去哪里 为什么时乐跟里奥 要跳出来打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谁把钱领走了嘛 一定是为了分账不均吧 有人把这个916万领回家了嘛 不是 而且我就懂了 尼奥一定感受到压力 而且这个压力 一定来自检调的压力 所以他赶快跳船了 不是 检调 而且还不服气嘛 你用我的名字去A钱 不要分给我嘛 商人最恨就是这件事情嘛 分账不均嘛 那柯P的毛病就是 从来不分人家钱 坏习坏 不分钱 从来不分 吃毒食 吃毒食 好 所以玉凤 比如说 你说今天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今天王俊立动那个动作 是真的超乎大家想象 超乎意外是 没有人想他动这么快 没有人想他杀得这么凶 而且你说他不但分 而且分到了天下第一组 分到了中组 分到中组代表 我就是要扮下去 扮下去之后 这个蛋 没人敢担了 对 其实柯文哲一直以来 他不是生日的时候说 他没有等到检调上门 结果等到受逃嘛 可是他很快的 就会遇到检调上门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北姐手上已经拿到钥匙了 什么钥匙 他们这一笔烂账 你要公司这些东西 刚才董事长讲得很好 为什么需要有登录这笔钱 因为要把钱给转出来 不然我从头到尾 我根本可以不用处理这些事情嘛 但不管你有没有发票 你钱是不是有转出来 只要有钱有转出来的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个对检察官来讲的话 叫中组来办伪造文书 得定良官 太简单了 所以呢 我只要从这一点 开始查之后呢 等于我把这个钥匙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话 所有三大案的这个金流 就向我打开双臂 所以今天台北地检署 今天查这个案子 不是只是查说 你有没有虚报杂账 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登录不实 我要透过登录不实 我要查你的金流 那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木可要关门 要把四千万捐出来 对 只要是司法警察 司法检察官 你有发现不法 你都要等于查下去 如果我今天要查这个广告 这个灯仔不实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串的 对 我只要打开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查查查 所有的金流 我全部都查起来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对木可来讲 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这一群人 他都没有设防火墙 不是找儿子当人头 就是找妹妹管帐 这些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的 家人不会背叛我 可是当你检掉查下去的时候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没有防火墙 你没有找其他人 你没有射断点 你这样子 直接一条线勾了 就有了 所以我只要从 这个伪造文书查进去之后呢 你们这些人 我甚至不用跳板 我不用转来转去 就是你们这几个人 难怪 李文中今天要想办法 帮他的妹妹李文娟来讲话 要去强调木可公司是干净的 木可公司没有问题 都不在看他的画片 今天李文中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黄赛身在旁边 一直在敲桌子 你不能为了保护你妹妹 把我们都给卖掉了 现在来讲 大家就在分一件事情 分什么呢 分亲疏远近 李文中当初跟柯文哲 怎么走在一起的 同学 但是你想想看 李文娟是李文中的谁 妹妹 谁比较重要 当然妹妹重要 为什么今天黄赛在 一直敲桌子 他一定要解释清楚 这个东西来讲 你不觉得这一段的解释 在他整个民众党记者会 显得非常突兀吗 干干净桌子 对 为什么黄赛身一直敲桌子 李文中就是不停了 因为他这一段 是讲给剪调 讲给北剪厅的 事情就这样子了 我们家的服务 只有做到这里 不要来查我们了 要去查 你去查其他的东西 那为什么今天来讲 公司 黄赛身一直在敲桌子 对 现在来讲 已经要分亲疏远近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木可公司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清算 其实这是一个三印 告诉检调说 我们的服务就到此为止 你说你现在公司来讲 我们先不要讲 因为我们是无罪推论 先不要讲 他现在的剩下的这4000万 是不是犯罪所得 就算是犯罪所得 你捐出去 还是一样 没有用啊 你犯罪所得 你还是勾计出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来清算 因为检调要上门了 我能做多少 就先做多少 我先把我的态度做出来 让你知道说 我们这些公司没有在营运了 如果他真的是正常的公司 如果他真的跟这个 晋办这边 跟柯文哲 他们家这边 没有无设的话 你干嘛捐这个钱 你何必弄这些东西呢 但是一定要告诉北界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哥 我的态度在这里 希望你看得清楚 想得明白 我们这边不要再来了 所以你真的感觉到 那个山雨欲来的味道 刚刚讲的 为什么尼奥公司 这些人会一个个跳出来 因为他们都感觉到 剪掉整个洞起来 跟搜索的压力了 因为选举是一门生意 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为什么这些公司 决定不要再跟你做这门生意 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三大案之前的时候 元大马上出来切割 谁要没事去惹一个 前总统候选人 但是当剪掉的压力来了之后 当知道说 有风声要传你的时候 这些东西赶快丢一丢 赶快切割 赶快比较好 慧神 要不你帮我解惑呢 有这么复杂吗 今天 原来木可公司收起来 原来今天把所有的责任 丢给了这个会计师 那会计师后来突然反弹 后面是一场戏 是 宝洁哥 其实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战狼小姐姐 突然跳出来接受采访 然后就说 什么四叉猫怎样怎样 然后讲一讲 他说要针对下午的这个记者会 现在应该就是会计师什么什么什么 他先讲 不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大概搞懂了 可能他们周末的时候就讲好 反正是行政责任嘛 你会计师你扛 我们定调 没戏 我们定调 调节行政责任 行政人 所以大家都讲好 要演这一出戏 就礼拜一 北减马上要侦查 侦查 会计师就说 不对啊 现在怎么办 三郎小姐姐怕他改口供 先出来把话给讲死 让你没办法讲口中 而且我跟你讲 会计师绝对没有想到 他们这么狠 没有想到 他们把这个锅丢给他 甩到说他想挣扎 都没有办法挣扎 是 因为你知道 要他死的锅 我跟你讲 没有 他们一开始还是维持 漏报啊 短差 调节 就是讲这三部曲嘛 后来在记者会的时候 有人就直接 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要告会计师吗 后来他才又加了一句说 我们要说 去追处他的一个法律责任 所以现在变成是 本来端木正可能讲说 好啦 只是行政责任 那我鼻子一摸就悲估了 后来发现不对 北减进来之后 他开始在喘 喘了之后 政兰小姐姐知道 你可能会翻购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 就先接受记者采访 先透露是说 下午要有记者会 记者会结果就是会计师要单 不然你没有道理啊 你怎么会在早上的时候 你是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就捅出说 是会计师要先出来单了 而且没有道理说 你今天把责任丢给会计师 是丢得这么狠的啊 然后讲完之后 就后来现在会计师 整个就完全搭办公吗 所以搭办公现在就变成是 本来是跟你们合演一场劲 结果后来发现说 北减外力介入 然后北减要开始真正完真的了 不让你们这样子 用所谓的行政数字 就带过之后 现在我跟你讲 战狼小姐姐 没要放一耍 就是这锅 你就给我背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录音 所以现在据说是礼拜六 他们有人有录音 有人有录音 就是那个 端木正亲口承认说 他有调节 所以这样事情大条 我原本是跟你配合演戏 如果这个录音被丢出来之后 他们真的要把他完全彻底卖掉 这有可能就完全彻底卖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据我听他们的一个讲法是 事实上李文中 应该是说 柯家天下李家瘫 这个瘫子的瘫 本来是我帮你勾搭 这瘫子勾搭 那钱一支新船 真好坦 所以搞不好 帐幕真的有点问题 所以为什么最近传出来 柯 他儿子要成立公司 对 他老婆要用儿子成立公司 他老婆要加入民众党 因为有一个传闻是说 他们也认为这个帐幕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再问一个 916万 会计说消失 那刚刚说没有减负单据 可是到最后一定要有单据 因为你这么大的笔帐 那这三张的发票哪来的 这三张方票肯定是假的 那谁提供了假发票 哪来的 是假发票吗 还是原本的公司 本来也是讲好的 后来事情就打掉 因为 依照我在政治圈小小的经验 我觉得你敢起都讲好的 所以我现在不敢讲 因为你要假发票不难嘛 你要假发票不难 我干嘛找一个 会出问题的假发票 我当然是找一个 不会有问题的假发票 可是 世事会改变的 这我们不知道 因为人家现在 人家跳出来否认 否认就代表没有这笔帐 没有这笔帐 那好 就这样看起来 这三张发票肯定是假的 那现在就问 这三张假的发票谁提供呢 因为你知道端木正今天讲 那个要把它弄出来 端木正的意思 端木正的意思是 不是这个 端木正那个禁总的意思是说 我们禁总把所有的财务部 都登载工作交给会计师 可是会计师的声明稿说 我只做千丈 好 那这样来了 我只是负责千丈 那如果有假发票上来的话 那是谁登录的 谁弄的假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是一笔烂账 那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所谓的木可公司 跟科绝对逃不了关系的原因是在于 我问你 如果是飞进飞过 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是你的股东 凭什么 人家一个声明 要有你的党的发言人出来讲话 然后凭什么 你们这样出事了 他就要把这个盈利 而且看起来也赚不少钱的公司 说官说就官 所以这两者 还要把四千多万捐出来 对 还要把钱捐出来 那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 就是有赖减调进一步调查 好一遍 干涉呢今天 柯文哲军选总部 也丢了这个 丢了发票 我看了以后 我眼珠子快掉下来了 执行费没有问题 执行费一试没有问题 多少钱 一千零八十七万 太省了吧 我去小吃摊 我买个切租费租费租厂 他也给我列个项目吧 然后我说执行费一口 你就把一千多万弄出来 之前不是姚立明在质疑 柯文哲讲说 怎么突然多了一堆发票 那个发票一张单子就够五百万 这个更厉害 一张单子就一千万了 柯文哲你知道吗 当初尼奥 他提出来这个争议点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说我没有报五百万 结果你给我报五百万 对不对 这第一个就是我没有这张发票 再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我明明呢 没有转播这个业务 结果你给我报转播费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 上面写的是什么 执行费 但你知道这怪是怪的来人吗 首先 为什么是用资本发票 理论上来讲 这么大的计划 他会用所谓的专案模式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一项一项 比如说我的员工的支出的 我的费用是哪里 我的舞台费用哪里 我的代收代付是哪里 他列得非常清清楚楚 而且他会用什么发票 你知道吗 保德哥 他应该用电子发票 就说 电子发票 我直接做记录嘛 而且各位你知道电子发票 有什么好处吗 第一个电子发票只能开当天 再第二个电子发票呢 我相关的细项 迷目 款项 品项 都要列得很清楚 而且当天三报 你知道当天直接到哪里吗 电子发票平台 就直接到国税局 直接就做得很清楚嘛 对 所以你知道 我现在搭Uber 都电子发票了 对吧 寄程车实际就是说 我印一张直接给你嘛 但你知道手写发票 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今天只要手写 我盖一个张给你 你爱填什么填什么 我完全没有办法查证 所以这时候会变成有个问题吗 到底这张发票 什么时候开的 到底它的凭据是什么 到底它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回过来我问各位几件事情 第一 今天尼奥跟十二 一直再三强调 刚才慧珍讲了一个重点 我到底有没有跟柯文哲讲好 说我要给你开发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怪嘛 今天我如果没有讲好的话 我今天柯文哲 我随便给你乱写 说我今天尼奥十二 也申报这个款项 各位你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流水号根本都不容 所有发票 包括你看到的十本发票 手写的 都要有流水号 一比一比的就在上方 你会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到底都不容啊 对就流水号嘛 第一个你这个流水号 根本就都不容 所以说没有人敢说 我没有跟你 怕救命的状况之下 我直接把你的发票给看出来嘛 这是刚才慧珍一直在讲一个重点嘛 你到底双边有没有讲好嘛 今天柯文哲这个东西 为什么现在双坑了 然后说我跟你讲 你根本就没有申报 你也没有如此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笔转播费 你要跟十二有承认 他说对 但是你的名目不符 但奇怪的是什么 916万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没有 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所以这916万有问题嘛 这916万不知道哪里来了嘛 你就算给 他就连我们讲的缴付凭证都没有 你知道什么叫缴付凭证吗 发票是发票 发票代表说我今天从我的账户里面 提领了这些钱 那提领了这些钱之后 我交给你了 交给你之后 你才会把发票给我 但你仔细看喔 上方黄珊珊签名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我们讲的提领单 换言之这个是 从民众党政治现金 领出来的这笔钱 我真的有领这笔钱 但都没有发票 都没有证据 所以各位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问一下 916万到底有没有提领出来 我现在跟各位保证 你绝对有提领 但请问一下有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嘛 但没有发票 有提领 所以大家反过来 我问你这件事情 那你钱到底领到哪里去 因为领有两种啊 一个我转账嘛 对不对 我把它转给别人嘛 那你觉得科文总会 笨到转账吗 我觉得就算他再笨 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转账就会有记录 所以保证哥 他应该是干嘛 现金 现金领出来 我现金910万全部都领出来了 反正你查无实去 我们讲的查无实证嘛 但现在问题出现在说 今天这916万领出来了 到底到谁手上 我跟各位讲啦 今天木可公司 那是柯文哲系统啦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 李文娟跟李文仲 钱不会跑到别人那边去啦 怎么跑 都是在柯文哲这边绕啊绕啊绕 但今天真正出问题的点是谁 是尼奥跟十二 那尼奥跟十二是谁的系统 是黄三三的系统 所以你们准备注意到 当我们讲木可公司 出问题的时候 今天他们都还兜得了 但今天真正咬到 我们讲会修勾粮是谁开始咬 是尼奥跟十二开始咬 所以我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当时一定有跟柯文哲打照面 柯文哲说好啦 我们用这个来去报啦 报完之后 现在根本也没有凭证 也没有收据嘛 原本想说反正我们大家都自己人嘛 结果尼奥跟十二咬出来之后 根本就没法收拾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那我反问一件事 如果是黄三三的系统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跳出来 反咬科问者 这理由很简单啊 下车啊 因为你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报到监察院了 那报到监察院之后 如果检掉一查 今天是不是马上给你他治安 用卫照文书嘛 你知道为什么会卫照文书吗 最好办 保证你绝对有罪 卫照文书之后 马上转真正案 转真正案之后干嘛 开始来了 背信罪是不是可以给你加上去 我们讲了相关的政治现金 是不是可以加上去 所以一条一条查 他们做这件事情是要干嘛 自保啊 这是原本大家都是同一伙 但现在反目成仇 有事 我先跑 死都有 没死病毒 所以瑞达 这搞了半天是 检掉一进来 所有问题都改变了 那么事实上 今天动作非常的快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 钟小平跟我一起上节目 说他今天要去告发嘛 然后台湾基金呢 今天也去告发嘛 事实上这两个人 这两组人嘛 都还没有告发之前 他被地检署分案了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中午已经有调查员在约谈了 你知道吗 动作非常的快 那除此之外呢 记不记得民众党 下午两点的时候 开的记者会怎么讲 说是因为 那么时间不够 非常的赶 所以呢 这一位敦目政会计师呢 自作主张 那么进行调节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什么17笔漏报 1800多万 对不对 在2000万的扣打里面呢 他就自行调节 把这个人家 没有给他们的这几家公司呢 就给他灌在那个地方 包括十乐的500万那一笔嘛 那么非常的赶 时间很赶 没有办法 那你知道 端木政不是帮他们做这个 柯文哲跟吴欣盈的 竞选总统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 进行一个申报 像这个监察员申报嘛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这是端木政 这是端木政 在申报时候的相关的时间 申报时间是从今年的4月7号 那么到12号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在7月几号的时候呢 有进行更正耶 7月3号 7月3号他有更正耶 什么意思叫更正 也就是我报的东西 里面有问题 所以呢 我把它进行一个更正 是可以更正的啊 补证 可能漏报了 还是少报 我问大家嘛 如果他非常的敢 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调节 他更正干什么 对 他在一个月前有更正耶 一个月前如果更正 把十乐的 把你要的这些 全部的更正 不就好了嘛 因为如果按照你们 今天民众党所说的 有那些十几个漏罩 漏报的这个项目 发票等等 他就把它补进去 补就好了嘛 他是专业的会计师耶 今天民众党说 他们呢找来了这个 包括这个两天呢 找来了这个端木正 端木正一个月领 他们七万多块 他承认是自己把它进行调节 好像什么事 都跟民众党没有关系嘛 那你知不知道 在报这些相关的 这个费用的时候 要一个人的盖章 那个人叫柯文哲耶 不是端木正弄那样 出去的就算了 我会计师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全部出去 没有耶 是要柯文哲盖章 认了最后 会计师送来了以后 要经过我这边 OK才能够送出去耶 那你们整个民众党都死了吗 整个民众党 包括财务长 包括柯文哲 包括你们这些人 看都不看 完全相信 那么这个所谓的 会计师的专业 所以就让他出去了嘛 请问这场记者会 有没有交代 916万怎么回事 没有 有没有交代 交代四次授权金 1300万 里面到底 戏目流向是怎么回事 没有 该交代的都没有交代 而且这场记者会 最怪的是 最该出来 出现在这场记者会 叫做 会计师段木正 跟作帐相关的帐房 叫李文娟 两个主角没有出现 跑龙套地出来说 李文娟说 我负全责 你负什么全责 你算什么东西啊